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以色谈数应用 在同一个储存格 随机产生N个数值 我们看一下结果工作表这边哈 就是说我现在呢 希望它们随机产生1到5之间的数值 一组要有20个 20个什么呢 20个 1到5之间的 数值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点哈 怎么样能做出这样的结果哈 实际上我们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范例这边哈 我把它说明一下 你要产生一个 一组多少个 假设你一组要30个 那你就是什么 1冒号30 然后F4我把它说起来 它就会被你干嘛 帮你产生什么 1到30有没有 就代表一次30组 30个数值 这样一组的话 然后呢有了这个以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点来了 我们说它是要随机的哈 随机 所以呢这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你要R A N D B E T W E E N 前面这个数值是代表最小值 后面这个数值是代表最大值 假设我今天最大值是10 我最小值呢 要比10小 那注意到一件事情呢 你要注意到 你现在最大值是多少 30 所以呢 你一定要处理多少 最少最少要处理3哈 10对10嘛 不能超 不能比它大啊 那万一只要说 那我10对10就没有意义啊 变成10啦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可以给它改成干嘛 譬如说除以6 6的话最大值是5 5到10嘛 最小值是1嘛 所以我可以在那边干嘛 除以6 有没有 除以6 然后Enter 它这边就要把产生值出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这就要看到了 有没有 各个数值都产生出来了 随机的 不会超过10 然后最小只有1 最大是10 好 那以后 我们再用什么 TSTJOIN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那合并呢 TSTJOIN 这个第一个参数是说 我数值跟数值之间 它的分割符号 储存格跟储存格间的分割符号 我要哪一个 逗点 所以逗点前会要加双括号 然后第二个是问你要不要忽略空白储存格 我们这个就用预设值 我就不去设定了 然后再一个逗点 是我们要合并的置串 有没有 TSTJOIN 因为你这边1到30已经把它干嘛 锁定了 所以我只要往下拉 它就会干嘛 每一组都是30个数值 所以你看到有没有 从B2到B13储存格 每一个储存格里面都有30个数字 所串联的 而且是什么 随机产生的 随机产生 那你要固定住 要记得干嘛 要把它框起来 固定住 要再点常用这边 复制 或按Ctrl加C键 然后再选贴上这边的值 贴上值 它才会固定住 固定住 那基本上你就看到这个结果就像这样子